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不管是金心钓篮,金边钓篮,还有绿叶钓篮 都是一种非常皮质的官业性植物 如果你家的钓篮猪形没有那么好看了或者是看腻了 可以把它换一种种植方法 比如把它做成提根的盆井 钓篮的根系是肉质根,特别的粗壮,像一个个的小萝卜 如果是把它露在外面观赏也是特别的漂亮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钓篮提根的方法 我们先把这些已经长得没有那么好看的苗给它全部剪掉 剪下来的这些小苗也不要扔掉 可以把它们的根部稍微的修剪一下 然后扦插在疏松透气的土壤中 扦插完给它们浇透水放在阴凉处养护 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可以生根 下面我再接着讲一下提根钓篮的制作方法 钓篮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除了怕盆土的透气性不好 而挤水导致辣干之外 一般的情况下不容易被养死 在制作提根的盆景时 可以把钓篮的整个干系从花盆内完整的取出来 然后尽量的把干与干之间的土壤给它清除掉 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也可以用水来冲洗 尽量把土球上半部分的土 给它多扣一点出来 因为到处上盘的时候上半部分是暴露在外面的 干系中间的土壤留的多少可以干就自己的情况而定 再把一些比较细小的干须给它修剪一下 然后把底部多余的干系也给它剪掉 尽量的剪平 再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花盆里面装一半以上的土 把经过修剪的吊篮根摆放在中央 给它摆放整齐 再填少许的土浇透水 最后用喷壶把裸露在外面的干系给它重新的清洗一下 做好以后前期需要把它放在阴凉处养护 在它没有重新发芽以前不需要浇水 可以每天给它裸露的干系喷雾保湿 大概用不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重新发芽 到时候一盘漂亮的提杆吊篮就做好了 吊篮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它挂掉 可以大胆的尝试 它不仅可以土培水培也是非常的漂亮和简单 找一个泡沫中间打孔 塞里面塞几条吊篮的小苗 然后把它们放在大小合适的矿泉水瓶里面养护就可以了 不管是水培还是土培的吊篮 平时的摆放位置一定要有光照 不然它的叶片直立性不好 也比较瘦弱 水培的吊篮平时可以不用给它施肥 如果是想让它长得快一点 也可以每个月给它滴击滴营养液 像这种土培的吊篮平时可以给它使用 但领甲比较均衡的复合费 每隔20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